那誰會是這種高危險群啊 口腔來的高危險群 口腔來的高危險群 大家剛剛Ruby老師有提到就是說 我們最常見吃檳榔 那其實除了吃檳榔之外 還有我們所謂講的就是抽菸跟喝酒 那其實喝酒也會 對 所以光吃檳榔一下呢 就你的致癌率就會比一般人高28倍 28倍 那如果說你是吃好吃滿 抽菸喝酒 檳榔樣樣來的話 那你的機率是123倍 那就是百分百啦 這是避重啊 是啊 所以為什麼 如果我們能隔絕掉 這些所謂的致癌物的暴露 那當然就可以有機會的 降低這個口腔癌的致病率 當然我們一定會有遇到 有些病人他說 我又不吃檳榔 也不喝酒 也不抽菸 為什麼還是有 為什麼還是會得到口腔癌 比如說不好的假牙的持續的摩擦 假牙也會啊 或者說不良的口腔衛生 我們其實都是 你說他都不刷牙 也會 或是想像牙周發炎很厲害 都不處理 那這個其實都是有機會 就是讓病人的口腔癌的機率較高的 那其實這幾年比較多就是說 我們慢慢有發現說 所謂這個頭頸癌 就是說我們這整個頭部 耳鼻歐科在看這頭頸癌 都被發現跟一個病毒的感染是有關係的 是我們講的就是 乳塗病毒 乳塗病毒其實大家聽到乳塗病毒 第一個反應就是說 欸 這不是跟子宮頸癌有關係嗎 喔 OK 但是其實目前研究發現說 這個頭頸癌 其實也跟這個乳塗病毒是有關係的 他們有關係 怎麼樣有關係啊 一個在這裡 一個在這裡 超遠耶 所以啊 我們會有一些 我好像知道 你繼續說 我覺得這個Ruby老師來說 他應該是 哈哈哈哈 那我們就不正 就是說一些不安全的 性行為 確實就有可能 就是說造成我們口腔 有得到乳塗病毒的感染 那當然不是說 欸 你真的有這樣子的行為 就一定會 是說會提高這樣子的機率 所以為什麼之前 當我們就是說 像大家在推廣 就是說打這個 乳塗疫苗 可以就是說 降低這個子宮頸癌的發生率的時候 為什麼也會提上說 欸 其實男生也可以打 不只是保護自己 也是保護自己的 這個應該是長知識了 很多人都知道 女生一定要打 但不知道男生可以打 對 其實男生也可以打 所以記得這個 乳塗病毒的這個疫苗 記得男女生都可以打 來去預防 那怎麼樣可以預防 得到這個口腔癌呢 當然就是最簡單就是 避免就是所謂的致癌物 吃檳榔啊 抽菸喝酒 是的 沒錯 所以其實一個 好的生活習慣 基本上就可以讓我們的身體 盡量不要出狀況 或是有一些癌症的發生 好 那我幫大家問一下 因為我相信大家一定 吃檳榔跟抽菸 可能很多人都不會碰到 但喝酒大家 總會喝啊 就是 once a while 或者是 去小酌一下 對啊 小酌 那是完全都不能碰嗎 酒就是 基本上不是 所以我們 酒精到底會不會 就是說 到底要怎麼樣才會致癌 其實是跟它的量 就是說 還有跟它的趴數有關係的 所以如果說你是一天小酌 一小杯 那其實不用太擔心 是ok的 是酌酒 比如說你是每天都有喝非常多 就是說 高濃度的酒精 或是你的量非常多的時候 這我們才會擔心說 是有可能讓這個酒精 成為所謂的致癌物 需要透過什麼樣的治療 吃藥就好嗎 當然不是 就是說 擦藥 擦藥基本上也沒效 也沒用 對對對 所以基本上如果說 病人本身被確診口腔癌 對 那有時候病人他會很害怕 就是覺得說 哎要做手術 我不敢 他就 軟胃胃就跑走了 所以 我們其實是比較不建議的 就是說 當你逃跑的這段時間 或是無法面對這個疾病 這段時間 這腫瘤其實他會慢慢慢慢慢慢 在長大 也有可能轉移到別的地方 是 沒錯 他也有可能轉移到頸部 那你一下期別就會挑成第三期 對 所以其實 及早治療 對於 存活率來說是非常非常重要 那第三跟第四期 他存活率會剩到多少 如果說是第四期的話 存活率大概就會 大概可能 35% 所以你可以看 80%跟35% 這中間 差距很多 對啊 真的要提早治療 不要害怕 那你真的遇到的就是要 面對 對 就面對他 然後找專家幫忙 是 那其實呢 就是說我們剛剛Ruby老師有提到說 口腔癌是我們的十大癌症的第五名 對 很前面喔 是啊 很前面 所以呢 政府就是希望說能讓大家早點呢 發現自己有口腔癌 早點來治療 這樣可以降低所有的 就是說我們治療的成本 所以國健局呢 其實有提供就是說 30歲以上如果你是曾經有抽菸吃檳榔的病患 其實你每兩年可以到醫院進行檢查 看看說你這個黏膜是不是有問題 或是有其他長東西的部分 他怎麼在檢查 你們是用肉眼去檢查 我們用眼睛看 喔 那其實他每天跟我一樣花個5到10分鐘 也是可以知道 是沒錯 所以我們在門診都會教育病人說 其實最簡單的方法是當我們刷牙的時候 我們可以就是說自己呢 檢查一下自己的口腔 看看是不是有出現不同顏色的變化 或是說真的有奇怪的凸起 那當你發現的時候 就會建議及早到醫院看 比較不會說 因為如果你都沒有檢查 有時候他就會長到很大 真的有症狀 你才會說 欸怎麼怪怪的才來醫院看 但如果你自己平常在檢查的時候 你可能他在他很小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了 今天認識到口腔癌 只要是抽菸喝酒吃檳榔 尤其是吃檳榔 他是罪魁禍首 所以你身邊如果有人抽菸喝酒吃檳榔的話 勸勸他們不要再繼續抽了 不要再繼續吃檳榔了 非常的可怕 這後果不堪設想 是啊是啊 想要知道更多健康心智嗎 歡迎到健康聊天室 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分享給更多人知道吧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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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週一和週二晚上八點 請追隨收看健康聊天室